12月11日 娱乐圈突传噩耗 由网友爆料说 演员周海妹意外离世 消息曝光后 很多网友和粉丝都难以置信 芬森跑到其账号中留言 希望他赶紧出来辟谣 然而截止到目前 周海妹都没有发声辟谣 而媒体联系到其工作人员 对方去决回应 另一位工作人员听到记者说出艺人名字后 就以应酬为由直接挂断了电话 媒体又联系到周海妹的朋友 从友人处了解到 她与周海妹昨天还曾联系 没有觉察出周海妹有意样 所以很难相信网传的消息 不过该友人致电周海妹本人 但电话一直都未能接通 针对工作人员和友人的回答 网友在评论区说出了重点 既然接了电话 直接说一句谣言不就完了 为什么不回答 那么说明可能不是谣言 还有网友说 拒绝回答就很奇怪 辟谣不就是一句话的是吗 网友认为工作人员拒绝回答 就很奇怪 另外还有网友爆料说 周海妹去世的消息是真的 说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据悉 周海妹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患有红斑狼疮 因为这个病 周海妹一直没有结婚生子 也是怕遗传给下一代 而翻看她的社交账号 她曾在三天前12月8日还更新了动态 晒出自己曾出演过的角色 她询问大家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此时看上去还好好的 而在12月6日 她刚刚过完自己的57岁生日 她还晒出自己的最新照片 还是那么漂亮 心情也非常好 更看不出身体有任何一样 她还感恩大家多年来的喜欢和陪伴 愿大家平安健康喜乐 如此说来 三天前都还好好的 为何会爆出突然离世的消息呢 而且还不是一位网友爆料 当下也只能等待周海妹工作室发声回应了 在此之前大家要理性一些 等待官方的回答 据悉 周海妹出生于1966年12月 1985年她参加香港小姐落选 同年加入无限第一期议员培训班出道 并拍摄了首部电视剧《杨家将》 而后她又拍摄了电视剧《一不容情》 凭借该剧她被网友熟识 直到1994年 她出演了金庸剧《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彻底走红 直到现在她饰演的周芷若都是难以超越的经典 走红之后 她又拍摄了多部电视剧 包括《天地豪情》 《射雕英雄传》《五味娘传奇》等 收视率都不错 近几年她的出镜率也非常高 搭档杨子拍摄了《香蜜沉沉进入无双》 在剧中饰演天后《徒遥》 2018年 周海妹受邀再次出演《一天屠龙记》 这一次她饰演的是《灭绝师太》 而在去年她还拍摄了电影《大汉军魂》 这也是她出演的最后一部作品 希望她去世的消息是假的 希望能等来官方的辟谣 真就太突然了 周海妹 一个广受喜爱的影星 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无数粉丝的心 然而 就在12月11日 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社交媒体 声称周海妹病逝 这一消息瞬间引起了轰动 让人们对这位曾经演绎过一天屠龙记中周 只若和新版灭绝师她的女演员的趣事感到惋惜 然而 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有关她病逝的传闻中充满了谜团和猜测 令人不禁思索 消息的源头似乎是一则挑战视频 周海妹在其中展示了与前夫女两尾相似的作品 引发了关注和猜测 视频发布者声称周海妹在北京睡意别墅中因病突发疾病 然而关于具体原因的信息并不明确 有传言指她曾患红斑狼疮 尽管她在社交媒体上予以否认 但这并未平息外界的猜测 死前 她曾透露小时候曾因血小板过低而晕倒 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她的健康状况 面对这一系列的传言 网友们纷纷表达担忧 希望这只是虚假的消息 而周海妹能够平安无事 或许 正是因为周海妹一直以来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她的一切都前动着大家的心 她在影坛的辉煌表现 特别是在经典剧作《一天屠龙记》中的精彩演绎 让她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形象 然而 随着岁月的流逝 人们也更加关心她的身体健康 担心时间会在这位影星身上留下无情的印记 对于传闻中的病因 红斑狼疮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红斑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常常导致患者的免疫系统 攻击自身的组织和器官 尽管周海妹在社交媒体上对此进行了否认 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她患有其他疾病的可能性 医学界一直在探讨红斑狼疮的病因和治疗方法 而一位公众人物的病情更是必受关注 而在周海妹曾透露 小时候曾因血小板过低而晕倒的情况下 更是引发了人们对她身体状况的关切 血小板过低可能导致出血倾向 对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威胁 这样的健康问题如果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凸显 让人不禁担忧周海妹是否一直在默默忍受着疾病的折磨 在整个传闻中 周海妹的前夫吕良伟的相似作品也成为了引人注目的一环 这是否是一种巧合 还是故意安排的讯息 吕良伟与周海妹的婚姻早已成为娱乐圈的假话 两人的分分合和一直备受关注 如果这只是一个偶然的相似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周海妹的离世与吕良伟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令人深思 然而对于周海妹的趣事 人们心中充满了不安和疑虑 一位艺术家的离世总是令人感到沉痛 尤其是像周海妹这样在影坛取得了卓越成就的人 她的作品深深烙溢在观众的心中 而她本人也在镜头之外展现了坚韧与风采 然而生命的无常让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现实中 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命运的安排 随着网友们表达的担忧和希望这一切只是虚假消息的心声 人们开始回顾周海妹的生平 她的演艺生涯贯穿了数十年 涵盖了各类角色 从还珠格格的紫薇到新白娘子传奇的白娘子 每一次的表演都让人过目难忘 她的才华与美丽一直是娱乐圈的焦点 而她与吕良伟的感情故事更是令人羡慕 回望她的影视作品 人们不禁陷入沉思 每一个角色都是她用心演绎的 每一幕戏都是她辛勤付出的成果 而如今 这个才华横溢的女演员是否真的离开了人世 这个问题如同一个悬在空中的谜团 令人无法轻松释怀 关于她病逝的消息虽然传得沸沸扬扬 但却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 这让人们对事实的真相更加好奇 或许 这个谜团的真相只有时间能够揭晓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真相和谣言常常交织在一起 让人难以分辨 而对于周海媚的粉丝和娱乐圈的关注者来说 他们更加渴望知道这个谜底 如果这只是一场恶意炒作 那么这样的行为 无疑是对公众情感的不负责任的挑战 而如果这个消息是真实的 那么这是一次令人痛惜的离别 一个让人们为之感到唏嘘的时刻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